请假没有来 依照我们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我相信主委也都很清楚 是可以用住户公约去规范的 那公寓大厦第十六条第四项 也是有规定 我相信那个主委大概也稍微有了解 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害 公共卫生 公共安宁或公共安全 但法令或规约令有禁止饲养之规定时 从其规定 所以他这边如果违反的部分 是可以请管委会 移给公务局 三千到一万 这边是可以请公务局做这样的出入 但是因为我不是公务局 而是就我们针对他所了解的法规 跟主委跟各位住户报告一下 再来是卫生局的部分 卫生局今天也有代表卫生所的过来 就我们所知的部分 它是要有传染病发生 才会有可以尝试进入私人厂 有像登革鹤的那个部分 这一样因为都是几乎都在 那个环境会 都是在那个 等于算是管委会 等公益大厦的范围内 那再来是环保局的部分 民家 我们有代表也有来 它大概就是 有我们之前有遇到 大概就是有沸水 但是因为公益大厦大概比较难 都会经过那个排水系统 应该是比较难 但是噪音的部分 有涉及到第六条 不亦测量的 是由警方单位办理 所以待会我们也会请警方 因为现在警方也有依据 涉及设违法来做处理 那警察的部分 他是依照我们的 涉及设违法第七十二条 第三款 是可以取六千以下罚款的 那我相信 那个 警方代表也有在这边 在 由 警方来做权权后续的处理 法规的部分先跟注目 跟各位报告 那另外 我们最后一个是 我们同保处的 全責 他這邊是有需要辦寵物登記 如果沒有辦寵物登記 會罰款 寵物登記因為我們裡面 他萬一不給我們進去 我們就請警方依商事的筆錄 看給我們多少支數 我們請他提說明 不提說明 寵物登記是罰3000到1萬 另外狂犬病的部分是要施打 沒有施打的部分 我們會罰3萬到15萬 所以這部分 先相關的法律規定 先跟大家報告 那陳議長怎麼來了 還沒嗎 因為那時候開署所是有12支 9支 9到10支左右 筆錄是這麼小 我冰箱這邊寫給我10支 8支 1起 10支 即使 1支 0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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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看 衣服来看看 然后转手 咴的板一平和小料 一不只有 一箇用电脚 一箇小子 一箇小子 二箇小子 二箇小子 一箇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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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箇小子 二箇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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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 一箇小子 二箇小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